我们人如果真正的生性某件事情会发生 则不管这件事是善是恶是好是坏 这件事一定会发生在这个人的身上 这在哲学界被称为生性定律 所以一个人要相信菩萨会保佑我的 他的身体哪怕生了癌症也会好 结果癌症真的会好 相信的事情一定会发生 因为当人有了信心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种能量 如果一个人生性自己的寿命不长 那个人真的可能很快就会死去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用好的信念 取代不好的念头 是命运修造的原则 因为信念可以转换成能量 所以如果有好的意念 那是一种福报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每天想一想 我很幸福了 我比别人已经快乐太多了 这是一种福气呀 想给自己执福 必须建立好良好的善念 所以学佛人每天能够帮助到别人 说明你还有能力 还有能量 希望大家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世界上最厉害的算命是什么 最厉害的算命就叫因果 世界上最神奇的消灾叫什么 那叫忏悔 世界上最灵验的严寿是什么 那叫放生 世界上最稳当的投资叫什么 那叫布施啊 世界上最有效的治病 那叫知足 世界上最容易的幸福 那叫随缘 世界上最殊胜的功德叫慈悲 世界上最快速的解脱叫放下 世界上最荣治的选择叫修行 世界上最能修出六道的 那就叫般若呀 学佛人心静则高 高则富汗世界 就是告诉大家 一个人心能平静 你的位置就越来越高 境界越来越高 高则富汗世界 越高越能看到这个世界 非常的渺小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大家在飞机场 觉得飞机场是不是很大 然而当飞机起飞之后 飞机场越来越渺小 当我们生在人间 我们看到每一件事情 都是这么的大 而放不下 当你离开了这个世界 你就会慢慢觉得 一切都是这么的渺小 一切都是这么不可得 所以要学会放下 心明者清 清者照见虚空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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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